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想過 每天在線上遊戲聊天打屁的那個人 實際見到本人他會是怎麼樣 其實這個問題我真的想非常非常非常久了 所以在今天我做了一個決定 我要把網友們約出來見面 沒錯我要來挑戰我人生中第一次的寫萌萌劇 但其實我不確定可不可以挑戰成功 因為我現在必須要做的是把他們先約出來 我已經先提早30分鐘來到現場 把機器都塞好了 其實我現在真的非常緊張 然後認識其實才半年而已 又緊張又興奮又害怕 希望等一下就是一切順利 首先非常感謝大家今天遠從基隆過來 然後特別有一個是結商從嘉義過來 對 然後大家歡迎 哇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怎麼那麼快 怎麼了 真的可以嗎 這可能算了 好因為我們也一起相處了這麼久 免不俗要來玩一些算是真心化的部分 那我們就由我們這個賢萌最活潑的擊鼓啦 大概跟大家就是從逆風 然後一路被壓著打 一直到最後打贏 其實那份成就感那份快樂 我相信在大家心中都是一件很美的回憶 那接下來我們請結商抽一個 蠻糟糕的 這聽起來很特套 我不知道我怎麼講的 你通常會說很漂亮啊 很美容啊很甜甜啊 那我想發問就是因為結商已經結婚嘛 那你老婆如果聽到你在跟女生DC 他會覺得你送個月子 很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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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機會耶 好 那接下來 盒子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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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要重新盒一隻娃娃 接下來歡迎我們蒙米的資助 因為你陪著我們一起拚技能啊 沒有你我們也按不下去 就是憑我們大家 很照顧我們大家 我來看你再抽一個 早點開心地址 讓我們一些盟友可以有地方可以逛 要不然這樣就擠在一起 好那現在換我們的疾骨來抽一個 我依稀記得我在小時候走進了一間便利商店 看到天堂發那個免費的光點 那個時候是玩的是太陽城阿婆我是母親 剛開始進去的時候選了一個職業 那看到所有拿武器的我都不敢擋 我只敢擋霧跟野豬 那一路走到現在 天堂W也玩 天堂2 天堂2M也玩 說真的 天堂幫我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 那也是覺得天堂給我這麼美好的回憶 讓我從小玩到大 這個回答全身沒有誰 太棒了 天堂很漂亮 謝謝 那你覺得我本人比較好看還是 今天比較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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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 接下來呢 想要讓大家躺開一下新房 那這邊我先講一下 剛開始進去法令203的時候 我們都是一片和平 然後後來就是有第一名跟第二名選 就是想說就和平 就有一些人 因為分保的制度出現問題 所以就很多人就是都離開了 然後就跟我們打起來 那其實那時候我們算是很弱四方 撞十次 十次都不會贏吧 不會 對 那就是想要知道說 當初這麼痛苦 為什麼還會想要留下來 我狀況比較特別屬 因為我是 我是會長王 那我如果不留下來 說不過吧 他們就是要把幾個牆 可能挪出去 然後要打 所有弱勢的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 落歸落 可是我們有志氣 然後那時候結商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是很努力的 把它給留下來 喔結商又是一個小故事 其實結商是更後來才加入 然後其實第一盟有先去找結商 當初就想說 輕鬆玩而已 就熱鬧的可以聊天這樣子而已 沒有 沒想到現在每一天都在DC上面唱歌 哈哈哈哈 啊水電咧 欸 我先講一下水電的故事蠻特別的 我們當初盟裡第一本奧秘盾 是我按的 第二本就是水電按的 因為你一開始原本也就是加減休閒管 動力和對面真的是有緩管 輸了不輸正 它真的要有面子 因為這個東西 對大家整體性 幫助很大 對 那像這樣大家都一起留下來 讓團結打 有沒有發生過 讓你們覺得就是很特別感動的事情 我想講 喔你先講 先講 那時候我完全不熟 我才玩一個禮拜 我們去打一隻雷二的力 然後我們打一 然後我就覺得好感動喔 是我們竟然是這麼禮貌 我們可以打一 讓我覺得看到希望的曙光 因為原本 我那個禮拜的禮包全滿 強度還是這麼軟 是過了那次之後 我才決定說好 我一定要繼續努力 讓你們大家想我可以更凝聚 就是一定要贏對面 可是我覺得最難的那種時刻 就是在我們一開始 大家都很弱的時候 你就一直在 不斷的幫我們蒙製造一些 譬如說紅書啊 紅舞啊 我覺得你現在認心 其實滿感動的 那有沒有最想感謝的蒙友 在場都不錯 我才知道啊 每一個都很感謝 因為每一個都很照顧 對 對啊對啊 好那其實我現在這邊 我是特別想要感謝一個蒙友 那這個蒙友呢 今天沒有來 他叫胖胖李恩宏 我想來給他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胖胖他原本是對面的人 然後當初分裂的時候 他是選擇跟我們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他這點滿成熟的 我們可以跟大家說的感謝之話 哈囉胖胖 嗨 跟大家打聲招呼吧 嗨 嗨 嗨 為什麼他不露臉 對啊為什麼 我沒有鏡頭啊 啊你手機沒有鏡頭 怎麼可能 你不要比他 對啊變成的 那我想要問你就是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成為我們 鮮紅的異緣 因為畢竟我們那時候看起來 就是完全不可能會贏 就感覺他們的邏輯乖乖的 其實我一直覺得你間諜 但是 跟他想我之後 我就覺得他絕對不會是這樣的 因為他算是一個滿直接的人 對 他不開心不喜歡誰 立場會踩得很明顯 所以我們大家都是很相信 而且很喜歡你 然後很感謝你當初做我們不離不棄 然後 其實你也算是我 願意繼續玩下去的一個大動力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對我們說 董菜我愛你 啊 董菜你為什麼話要這樣說 我以前沒有 好啦謝謝放放 那就這樣囉 謝謝你 OK 好掰掰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有顯蒙奧林 想要人數更多 想要團隊更強大 然後其實我們有在吸收一些對面的人 那對於現在吸收對面的人 你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覺得人是這樣啊 就是沒有永遠的仇恨 當然當下我們在玩的時候 很生氣啦 那我覺得遊戲就是 嘴來嘴去嘛 那就是一個體驗嘛 那我都很開心 能跟大家一起 有這樣的遊戲體驗輪回應 對啊 真的 真的啊 對 接下來我們還有最後兩集 我就一起問大家 天堂2M才有的魅力 或是好玩的點是什麼 遠端有夠有少 很厚對不對 對非常完美 它畢竟是手機遊戲 但是它做到電腦 整個玩起來是也很像電腦的東西 是 我覺得是別的遊戲也很超越 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它PVP系統 你可以做很不錯 例如說你今天被某人殺 你是可以按十轉回去報仇 重點就是 你被打了 你手機馬上可以 及時的看到 我覺得這一款就是五個字 就是最初的感動 就是一開始我們在玩天堂1的時候 大家每一間小屋的門口 都會佔兩個死旗啊 然後再互砍啊 那一直以來 它都延續了這樣的傳統 這是它很棒的一點 那你有沒有覺得它怪物有打得很不錯 因為你不從技能打到它 它連那個出去都不一樣 你們應該也像我一樣 它成績就是看著它打怪物看十分鐘 你知道嗎 應該是不直的 有時候聽著不直不覺啊 一天就過去了嗎 那你有沒有覺得它PVP的打進來 就殺人那種快感 其實不錯 像我們玩寶豬 你會有那個中毒那個 那個動畫 他有動畫 真的是做動畫 那我想要問一下 像傑昌雲 你這是轉子 你有玩鎖鏈劍 你覺得鎖鏈劍子 用起來很爽 爽 因為第一艘的紙劑有沒有 我綁到第一艘下紙劑 又直綁 然後我再馬上切大件 然後有三月 然後三月完以後馬上又約束 然後就一定 一套就把它帶走 對對對 而且它職業間的切換啊 也是很流暢 不會卡溫 不會卡溫 我覺得最扯的是有一次 他說什麼 我好想要搭建哪一本書 結果鎖鏈他就給我打到 然後打完 真的很誇張 有些人是歐在抽卡 有些人是抽歐在打寶 但我覺得隨便抽 娃娃真的很高 他其實都滿高的 他不是這樣嗎 他今天才又打一個熱響 好了不入合了啦 親愛 真氣喔 先有這次的機會 才可以讓我把大家都約出來 然後我真的覺得 實際上大家 其實我完全沒有那種陌生的感覺 真的是跟線上的感覺很像 我覺得那是因為我們真的有一起逆風過 就是我們從來都沒有被打散過 所以我也是覺得說 欸其實我們真的 滿猛的 你看法力王其實也有01 02.30 也是0.6 我們偏偏就是都選在03 所以也是一個緣分 所以就很開心 今天真的可以見到大家 現在我們相信 大家也很開心 可以見到雨嬉 沒錯啊 好啦那就是大家 我們一起乾一杯 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 耶來來來 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好那就是也希望 以後我們在09001 可以一起團結一下 我們在主隊去打別府 耶 出發 啊